主席好 大家好 我想时间非常紧迫 我就针对几个重点跟大家交换意见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议题实际上 从我比较年轻到现在 已经吵了十几年了 还在吵 归咎原因它一定有非常特殊的原因存在 后来我自己大致过滤了一下 我发现不管是在 我们用蓝绿很奇怪 我们要保持专业的客观 不管是在谁执政的时候 只要府院是同党 这个案子就会被搁置 那这个时空太特别了 因为呢 这一次的立法院结构 没有一个党过半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势良缘 如果还不把握 我相信我们这几天的公听会 折腾了一大堆专家 讲到最后 我相信还是泡沫一场毫无贡献 那所以呢 第二个要去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府院同党的时候 这个案子永远过不了 我说的同党就是 国会的二分之一多数党 跟政府是同党 它永远过不了 为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学理跟实物上去找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真正的原因 国会的监督已经不是靠少数的反对党 我们的民主政治已经沦为 YES NO 谁二分之一 谁就是最后的权利 那这个绝对是民主国家的灾难 因为我们民主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民主要的不是国会 也不是政府才是焦点 我们要的是人民的权利 那所以重点来了 今天为什么这个议题又再度被翻出来 我想大家摒弃立场 仔细去思考一个问题 人民知的权利 谁有能力告诉他 我自己公职几度来回 我的专业是学者 可是呢 我发现我在公职的时候 太多的资讯我可以掌握 太多的弊案我可以查起 可是当我离开公职 很多资讯我看不到听不到 那我请问大家 以我做过监委 我现在回到平民 很多资讯我当时可以掌握 知道政府做错 我可以去弹劾 我可以去监督 今天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的跟所有老百姓一模一样 高端为什么那么贵 我不知道 扣担这么多 销毁了这么这么多 为什么 我就算知道了 我没有着力点 请问谁给我们着力点 监督政府是靠什么 不是只靠一个国会 他靠五个院 那但是请大家冷静下来思考 真正掌握全民纳税前 真正掌握所有的重大财源的 叫做什么院 他叫做真正的行政体系 那所以请大家仔细思考 行政体系庞大的预算 我随便举例 我们的潜藏负债多少 将近20兆 我们一年的政府总支出多少 5兆左右 请问你 特别预算 要不要通过特别条例来定 要 特别条例的特别预算 有没有上限 他的借贷算不算是赤字 我想大家做过公职 我们后面的这些专家在场的学者 都非常清楚 我们国内的赤字是怎么算的 特别预算 特别条例 排除了预算法 排除了公共债务法 排除了财政纪律法 的重要条文 他甚至科目可以留用 甚至他的举债 他的赤字 算不算在我们总支出的赤字里面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搞呢 谁来监督呢 当一个弱势的国会 他几乎调查权 只能调查所所罪罪的时候 这是老百姓的权利 严重受损 他知的权利在哪里 请大家冷静思考 我们要的是维护人民知的权利 所以我们才要听证调查 好 那问题来了 听证调查权 他细于谁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 只要服务一家 这个法案永远过不了 我才说 大家到了静下来 抛弃党派之思 认真思考 人民的知识到底在哪里 我举德国基本法 我们这边非常多的 各个领域的学者 你如果说 私人领域可不可以介入呢 你可以举美国最近的 几个大企业案 但是你如果问我个人 我会认为 就算介入私领域 一定要绑到人民真正的正义基本权 涉及到重大公益的时候 他才可以介入 而不是一个叶茨诺 绝对不能碰 很多的大的企业富可敌国 请问 美国的总统是不是企业界来的 过去 有啊 当他有权利 他又有所谓的利益的时候 你怎么去监督他 我们政治学上 三个社会上最主要的资源 一个叫power 一个叫什么 privilege 一个叫什么 honor 荣誉 我们何曾把荣誉 放到我们的社会价值上 当我们每天都在 争民主力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相信 哪个机关是圣人 没有一个机关是圣人 疫情期间 总统最高的元首 745天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据媒体报道 不开记者会 当你国会也没有办法 咨询 当你媒体也没有办法接触 请问人民知的权利 弃于何地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冷静思考 我刚讲的负债严重 平良心说 我们都有子孙 我们都有后代 都有学生 都有年轻人 这社会是要交替的 可是呢 当我看到我们的特别预算 不断的膨胀 借贷不断的膨胀 事实上我是非常忧心的 你德国的基本法 它是宪法的位阶 你看人家怎么定的 我这个有提供书面 我相信将来会留下记录 基本法的115条 第一项 它是把收之原则 它本身呢 依贷款的收入 它是纳进去的哦 所以你收之的平衡 不是像我们特别预算哦 把它排除在预算法23条 重要条文之外哦 也不是我们好不容易定了一个财政纪律法 财政纪律法的历史 这个时间非常短 财政纪律法的第一条多讽刺啊 第一条叫做基于灵机预算 我是拼印象 大家自己去查 它第一条是要落实灵机预算的精神 什么叫灵机预算 请问我们政府现在用的是灵机预算吗 当然不是啊 那你通过了一个法 要基于灵机预算 那我们全部归零来重新用 Rational这个Choice 然后你做的决策是这样吗 你排除了重大的借贷负债这些 这样对吗 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的原因 时间非常有限 我真正的原因是希望我们民主政治 有一些基本原则 这个叫宪政原理 而宪政原理不是台湾独有 各国都有 我昨天做了一个功课 我去法学资料检手资料库 查了一下所谓的Justice 正义 在我们从中华民国一直到现在 八百多号的视线 这么有限的宪法法院的判决里面 解释文的正义只出现了七次 而七次里面大部分是跟税跟钱有关的 其他不叫正义吗 我们的正义是要让人民有该知道的权利 而这个正义绝对不是永远只建立在立法院的多数 必须尊重 当府院不同党少数意见也该被听到 同党 如果他不做真正的修复卫菌的工作的时候 他的少数党必须要有发声的管道 这叫做社会正义 我们从很多的这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到 宪政基本精神的落实 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谢谢